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晚上好 一个星期的股票交易在今天又开始了 那么全球疫情最近当然是很不错啦 因为已经缓和了非常多 包括我国也是一样 可以看到昨天我国确诊是只有406人 然后今天是2400多 确诊是一个蛮低的数目 然后昨天我国也是只是死了一个8个人 然后全球方面今天确诊只有35万0673人 然后全球死亡今天只有1067个人 当然无以绸缪啦 就是一些人是说 会不会是暴风以前的一个宁静 因为这个新的变种还在 这个Covid-19它的新的变种是不断在进行当中 然后现在欧美似乎新一波又开始了上来 然后我们知道 比较严重的当然是中国大陆 最近你可以看到甚至连北京 他们的首都也竟然出现了确诊的个案 所以我相信中国的政府目前是压力三大 然后他们封城又那么的彻底 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经济 所以马股方面今天是回调了 KLCI跌了11.99 收在1589.98 所以KLCI又跌破前六点 这个前六点的support其实是非常脆弱的 然后今天下跌的counter876个 上涨的只有236个 然后今天中国大陆跟台湾两岸三地 重灾区 中国的A50跌了4.5% SSE跌了5.1% 深圳跌了6.1% 香港跌了3.7% 连台湾也跌了2.4% 不奇怪 因为中国大陆跟台湾 疫情最近是会比较严重 OK 这一波 他们已经开始往那个 这个巅峰的疫情再往上爬了 应该很快会来到一个峰值 马股方面今天是一个板块的 就是由中板块比较好 因为CPO我们知道现在很高 6774块 然后我们的邻国印尼甚至也限制了食用油的一个出口 这些都对油中CPO的价钱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所以今天KOK起了3.6% IOI Corporation 6.8% SOP 3.9% HS Plantation 4.7% Zepart 3.6% 我本身当然不停做一个选股服务 James & Stockpick 每个星期会出一份选股的报告 上面是用价值投资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 来到今天 现在多选股回酬还是不错的 像秦县收在3.56% 现在选他before bonus issue 57分 也派了股息4.5分 这两年两个多月也是有845%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一个13年 Francon 收在2.57% 之前选他before bonus issue 71.5分 也派了股息14分 加上Free Warrant B 15.25分 这三年8个多月也是有480%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一个11年 Hexstar Global 起了3分 收在1.88 他最新业绩QOQ 98% YOY 24% 现在选他before bonus issue 50.5分 也派了股息7.52分 这两年来也是有511%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一个11年 他还有其他的选股 我这边不说了 所以这个报告上面是用基本面投资法 这个方法是全球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 信托基金公司 和很多有名的投资家 他们那么多年都在使用的一个方法 当中最出名的当事大师巴菲特 他本身取得巨大的成功 他一度是全球的首富 手机本面投资法 就是我们会去研究这些挂派公司的财报 年报季报 来挑选出各方面比较强的公司 比如说公司 懂事局 成员的背景 未来利润的潜能 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 股息的派发等等等 会做一个综合的考量 所以要强调这绝对 不是短期投机的一个做法 会建议至少 by and hold 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两年之后 如果这些公司 能够发展到更好的话 那其实你赚钱的机会 也是挺高的 然后你现在的回酬也不会低 所以我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直接的email我 还是来WhatsApp我 我的email address 跟WhatsApp号码 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Facebook PM 我都非常非常欢迎 好 现在来跟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分享 这家公司近期是有一些成交量 只是它的QR的季报 是相当的简短 这家公司是Hong Leong Capital Berhad 它的code是HLCAT 今天大肆回调了 它也跌了一个2分 收在6块1的一个价位 把你看为去年5月份 它那时候股价5块41.2分 因为这短短11个月的时间 从5块41.2分起到今天6块1 也是有一个13%的回酬了 OK 我觉得不错了 现在这种行情之下 有这种回酬已经是相当难得了 它的市值marketcap 15亿的一家公司 PE个位数只有9.7倍 ROE 16.06% Dividend yield 4.25% 好过你放FD FD是非常的低 Net Margin高达45% 可见它的商业模式是相当赚钱的 Net Cash对家公司 手上的现金2.9亿 最新业绩2月28号出炉 QOQ跌一个46% 就是它的profit四项跌 因为这个季度 它的收入revenue也是走低下来的 OK 那么还有HLcap主要的业务 它们是一家投资银行 OK 投行 那么当然投行就是其中一个 帮助公司挂牌上市 然后它们也是有做stop blocking 股票经济啦 就是提供你一个平台 买卖股票 然后它们可能赚一个水钱在那边 也是有做unit trust management 就是它们本身有经营这个单位信托基金 它们本身有自己的fund OK 自己的资金 然后你把钱交给它们 它就帮你投资股票啦 OKunit trust 这些都是它主要的业务 都是有跟股票投资 是有一个关系在那边的 那么好我们来看二月份的业绩 Second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2年 该说的QOQ 我们来看按季啦 QOQ按季来说 它的revenue收入走低 从第一季度 八千九百八十一万 跌到这个第二季度七千七百万 因为不奇怪啦 我们都知道市场最近当然相对会比较冷 尤其是对比前年哈 就是2020年那一股手套热 尤其是2020年八月份的时候 股票的成交量成交价值 马股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疯狂 然后很多投行当然是赚钱哈 在那段期间 连不上马来西亚也是 水钱赚的特别多啦 因为成交值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来到最近当然啊 市场相对而言会啊 比较冷喔 这个大家都感觉得到 所以他们收入下跌也不奇怪哈 那么当然收入跌的话啊 它的PBT 税前利润啊 按季也跌了下来了 从第一季度三千六百九十万 跌到这个第二季度 剩下两千一百三十万哈 税前利润 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它的 非利息的收入啊 跌了一个二十三点四百 因为啊市场冷嘛 没有办法哈 一些收入也是冷掉 嗯,手脱肅跌 这个Profit就跌了下来 就这样子 所以总的来讲 当然HL cap 我觉得不错了 虽然市场最近确实是会有些冷 但是 它还是给你回酬 11个月还是有13%的回酬 我觉得不错了 至少它对股东是有所交代的 然后PE现在各位数 各位数的PE ROE 16.06% Dividend Yield 4.25% Net Margin 45% 它的Margin是蛮高的 可现投行的生意 那个Margin是商业模式是非常赚钱的 Net Cash手上的现金2.9亿 那么来临月期5月份 本身比较保留 因为整体市场 现在我觉得感觉会比较谨慎 你可以看到尤其 这个大环境啊 现在美国要很aggressive的升他们的interest 他们利息要升上来 乌克兰那边又打仗 然后又全球这个通货膨胀的危机 马币又在跌哈 所以这种种大环境这种情形之下 我本身啊 我会比较有所保留 OK 特别投行这一块咯 你可以看到 Busan Malaysia的业绩啊 出来也是这样子啦 所以就不奇怪了 当然 HLCAT啊 长期而言 它是有它的trade record啦 是蛮不错的 OK so啊 简单聊了几句啦 最重要还是 disclaimer哈 那四个字就是啊 买卖支付 OK啊 这四个字买卖支付是啊 最重要的 好前的视频分享 暂时啊 聊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有没有资讯 记得把它啊 来跟share出去啊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收回 也记得按订阅 打开铃铛 你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来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那随后啊 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 这边收看 我们再会 拜